韩剧类之女王在开播后就话题不断 也引起大家的讨论潮 在昨28日大结局后也创下超高收视率24.9% 不过 昨晚间韩网却疯传结局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提到金志愿所饰演的洪海人后来癌症复发 真正的离世日期是2034年10月31日 是因为编剧疑似看风向不对 才紧急利用CG效果覆盖成另一个版本的结局 有名网友就在韩网不安的透露类之女王另一版结局 其实女主脑瘤复发早就在2034年死亡 是因为舆论不好才紧急更动 有网友就发挥柯南精神 认为许多画面都可以看到后制的CG效果 提到洪海人之木的字体疑似是用电脑后制而成 所以才会看起来很怪 由于过去曾经疯传一顿洪海人2034年去世之木的画面 对比之下发现手帕与正片爷爷使用的是同一条 因此猜测结局可能是补拍 对补拍结局的说法 有网友爆料证实最初的设定洪海人是在2034年去世 所以才会安排两人小孩出现画面是幼童设定 但是因为近期更动结局 所以有找另一名比较大的孩子出演 表示从童馨家人公开收到的签名照日期为4月16日 明显就是剧组在近期补拍画面 韩剧《类之女王》由金志愿与金秀贤合作出演 辅上线即引起许多热化 尤其是金志愿在剧中饰演有个性的财阀千金 加上她本身甜美的外貌 让人很难不关注到她 而金志愿在剧中的千金造型是贵气中带着性格 很符合角色的性格 一很值得作为穿搭灵感 一起来看看吧 《类之女王》金志愿千金风造型一 鲜明色彩套装 金志愿在《类之女王》中 许多造型都是以套装来呈现 但当中有着不同的小细节做变化 这套是来自Galbrey Elwhurst的鲜蓝色三件式套装 续衫是选择最简单的白色配上深蓝色领带 但西装外套 马甲背心和西裤都是鲜明的蓝色 展现出她的时尚度 《类之女王》金志愿千金风造型二 白色简约衬衫配棕色皮革手带 低调奢华的造型 相要能展现出附加千金的风格 金志愿在《类之女王》中 其中一套造型以白色续衫及白色西裤 再配上黑色领带以及金色腕表做点缀 另一造型重点是她手带 是来自DLVAUX Brilliantem Sirpikin Rodeo Kef 颜色是沉稳的棕色 上面是手工缝制 低调大气 《类之女王》金志愿千金风造型三 全黑型格套装套 全黑型格套装造型 绝对能增添不少气势 金志愿在《类之女王》中其中一幕 选择了黑色上衣及黑色宽身西装外套 配上黑色西裤的全黑型格造型 很有财阀千金的气魄 此外她更配上来自DLVAUX的 Berry One Team Inbox Kef 款式更低调奢华 手带是采用光滑的小牛皮 处处透露着金志 《类之女王》金志愿千金风造型四 全白正装造型 金志愿在《类之女王》中 一套白色双排扣西装造型 很凸显到她作为财阀千金的气势 这套白色西装造型 采用Pick Apples建立 双排扣以及修身设计 散发着金志和优雅 很适合正式场合穿着 此外金志愿还配合来自DLVAUX的 Berry One Team Inbox Kef 与上一造型的手带是同一款 单手带扣上这款式 选用了同样的白色金属 而造出完美的外观 《类之女王》金志愿千金风造型五 色彩丰富的印花套装 除了简约沉稳的金色套装外 金志愿在《类之女王》中 亦换上Alexander McQueen的印花套装 虽然色彩丰富 但很适合她在剧中漂亮 又干练霸气的女强人角色 此外她更配上了 Damiani的吊坠耳环 使她高贵优雅形象提升 韩兴金秀贤 金志愿主演的韩剧《类之女王》 播出后大获好评 收视率节节高升 一度达到21.6% 距离TVM冠军爱的破降的21.7% 仅有一步制遥 有望在本周大结局破收视记录 两人在创事业高峰 剧迷迫不及待想知道 金志愿进行脑流手术后 事役后的剧情走向 27日播出15集 韩国首播快台湾一小时 各大网站讨论杜炸裂 尤其金秀贤最后一幕出车祸 被撞飞倒地头破血流 比台湾本土剧还洒狗血 剧迷们看完纷纷吓傻 担心金秀贤就此死掉悲剧收场 救星直户疯掉了 编剧干嘛这样 C8不会吧 C8是韩文脏话 什么啊 即使反馈的字幕全是三字经 剧迷狂刷流言骂声一片 比正片还精彩 不止海外观众无法接受 连韩国网友都担心该剧会烂尾收场 尤其上一集金志愿事役清醒后 第一个看到的是男二妇黑男朴成勋 两人可能产生情愫被骂爆 但不影响男女主角的高人气 昨天下午金秀贤 金志愿在首尔出席庆宫宴 金志愿看到四面八方满满人潮 数度露出惊讶表情 频频向粉丝鞠躬质疑 超萌反应连记者都被逗笑 如今传出艾优当时此演的消息 韩国网友表示 还好给金志愿演 不然收视率不会这么好 艾优演的话我就不会看了 不是讨厌艾优 感觉就不会很疯狂追这部 毕竟金秀贤跟金志愿的CP感 真的不是盖的 只有金志愿能消化这个角色 很抱歉 洪海人跟艾优真的不搭 谢谢艾优没接演 特别出这种报道也是齐心可疑吧 就是看这部戏有洪才说 当初本来耀眼 没洪就根本不会提也不会蹭 呵呵 另外 《类之女王》玩截篇 金志愿前往监狱探监金秀贤 不过她似乎还被洗脑 在金秀贤现身之前 还不断碎碎念 这个人到底有多坏 偷吃又跟踪前妻 还杀人被关在这边 上一辈子的洪海人眼光 怎么会这么差 没想到下一幕看到金秀贤时 却又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眼眶泛泪 让人好奇到底是金志愿恢复记忆 还是又再度迷上金秀贤 金志愿在《类之女王》中 与金秀贤出演相爱相杀的搞笑才发夫妻 再次将千金角色的傲气 展现得淋漓尽致 下面一起来认识 关于天然女神的五件事吧 我的解放日志人气暴声 尽管现年31岁的金志愿 多年来累积了一定知名度 但与孙希久合作的 我的解放日志却为他人气在创高峰 他在剧中饰演一位平凡的上班族 毫无波澜的人生让他感到厌倦 中肯的台词成功引起大众共鸣 并以细腻演技获得一致好评 最佳CP女神 金志愿在不同剧中合作多位男神 包括在我的解放日志孙希久 爱在大都会持长许 三流之路朴旭俊 好日子苏智谢 太阳的后裔合作敬酒等 神奇的是他几乎每次都会被提名最佳CP上 其中与朴旭俊和金九的CP也确实得奖 可见他确实是个充满女友感的魅力女神 不论是和谁合作都充满爱的火花 原本想当歌手 金志愿在18岁出道前梦想是一位歌手 当初被千位练习生时也有持续接受歌唱训练 甚至还曾当过专业歌手的合音歌手 不过随着拍了越来越多精彩作品 金志愿已决定朝演员方向发展 当被问到曾经的梦想 他坦然 对歌手梦想没有留恋 这条路应该留给更有天分的人尝试 现在只想专注成为更好的演员 出道便合作天团Big Band 金志愿2010年出道 第一个工作便是出镜Big Band Lollipop 2MV广告拍摄 18岁的他并没有在MV中露出整张脸 也只有圆圆的大眼镜 脸庞 背影 以及短短数个镜头 不过能看得出来他非常稚嫩可爱 千金小姐形象深入人心 说到金志愿早期作品 不得不提继承者们 她饰演才阀千金刘瑞秋 将千金小姐的傲气演绎的活灵活现 并拿下第二十届SBS演技大赏星星奖 如今 金志愿相隔多年在一类之女王中演深入人心的千金角色 让一众影迷都有了刘瑞秋长大阪的即视感